以色列通过一场高水准的刑切 成功将这些9机17窝盆发动机 塞进了幻象5的机身 从而诞生了以色列首款国产战斗机 有事 它曾与F-15组成编队 共同拿下八架续军的米格-21 并在贝卡古第一役中 携带CPU-58极术炸弹等 摧毁了大量序列亚防空导弹系统 在所有仿制幻象战机的国家中 以色列无疑是最成功的国家 不仅将幻象成功用于实战 还针对实战中出现的问题 进行了改进 发展出了又是这种较为成功的战斗机 从而打开了以色列独立研制战机的道路 并为后续航空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今天火力军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这款由法国设计 以色列改进美国提供发动机的三国混血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来说说开头我们提及的高水准形切 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大火全胜 可能是出动了法国在中东的利益 也可能是维持欧美当时在中东的政策 法国为保持中立 直接根据战前宣布的禁忆政策 废除了以色列采购换线5G战机的合同 同时美国与以色列于1966年达成交易协议的48架 卖到A4H天鹰攻击机 也受此影响没了下文 这次的变故使以色列立刻陷入被动 没办法 以色列空军开始考虑依靠自身力量 制造幻象战机的零部件和发展属于自己的战机 有了自言的想法 但没有图纸就让人很为难 1967年底 以色列与达索公司签订了 在以色列国内生产幻象5G战机的合同 但专为幻象5G提供阿塔发动机的斯奈克马公司 却被法国政府禁止转让发动机叶片生产技术 为解决这个麻烦 以色列动用摩萨德情报组织 找到了名为阿尔弗雷德·弗朗克内希特的工程师 以25万美元的价格 买下了阿塔9C发动机全套图纸 总计20万张图纸 装满整整24箱 偷是偷到了 怎么运回以色列依旧是一个难题 接下来的交接过程并不顺利 1969年9月 瑞士方面截获最后四箱图纸 阿尔弗雷德·弗朗克内希特被捕 被判处4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 直至1972年9月22日才获释 不管怎么样 以色列最终还是成功了 只是少了四箱图纸 又该如何快速确定参数呢 法国政府虽然撕毁了 授权以色列生产换银5G的合同 但打索公司却坚守诺言 将一批必要的生产设备 运到了以色列 从而让AI公司顺利建立 一座代号火焰的秘密工厂 使得以色列国产换线5G 和幼石战机有了出生地 以色列国产化幻线5G战机 代号为鹰 根据以色列国防部公开资料显示 幼石战机的研制 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即第一阶段生产雷电A 也就是以色列国产版幻线5G战机 在此过程中 发动机还是阿塔发动机 外形呢 也与幻线5G十分相似 但由于法国不方便 将航电设备出口到以色列 所以生产的雷电A战机 只好采用 埃尔塔公司的电子火控系统 和马丁贝克公司的GM-6 弹射座椅 首架于1969年9月首飞 1972年生产型 开始交付以色列空军 主要武器为谢利夫空空导弹 黑门30毫米得发机炮 对地攻击能力要强于幻象物系列 据说该机还在1973年 第四次中东战争中表现极佳 击落了100架以上的低机 第二阶段则是改进技术 开始以幻象三位平台 试验更换发动机 从而积累经验 因为以色列希望 他们自己生产的幻象战机 可以采用更大推力的发动机 至于大家担心的技术问题 其实不用担心 从上世纪60年代 以色列购买幻象三战机开始 就已经接受了达佐公司 大量技术援助 在日常使用过程 双方技术小组 对该机进行不下400项的修改 这种边学边修的日常 也使以色列技术人员 积累了相当完善的专业知识 同时对幻象战机的结构 性能了如指掌 为今后的诱施的研制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可以说法国就是以色列 未来航空之路的启蒙老师 最后的第三阶段 就是结合前两阶段的技术经验 和实验数据生产雷电币 及后来的有失战机 这将是一种更换了发动机 比雷电A更先进的版本 那发动机的更换 以色列最终选择了谁呢 这里火力军不得不提一句 时任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了 在1968年1月7日 曾向当时的以色列总理 列维艾希克尔口头暴政 会向以色列提供F4战机 以色列空军为了加快 幻象战机的幻发项目 明确表示会将美制发动机 装配到法国机身上 同时采用国产新型航电设备 来完成新式战机 以色列空军二部 对雷电B也提出了作战需求 急需一款具有足够自卫能力的攻击机 可对付拦截机 可自由退出空战 以弥补当时以空军主力A4攻击机 与米格-21空战时 无法自由退出空战的缺点 综合各方要求 以及实战经验和试飞结果 以色列最终选择了F4E战机的 J79G1-17发动机 J79比阿塔发动机短了60厘米 直径小28毫米 重量增加320公斤 对冷却和热部件的隔热要求 也相对较高 因此对机身的修改量也非常巨大 最初以色列技术人员打算直接将J79 装在幻象机身的后部 最大限度的减少战机外形的变化 但后来发现 这样做会改变飞机重心 并导致近期困难 于是只得要求厂家通用电器 对发动机进行修改 1970年2月底 通用公司与以色列正式签订了价值 510万美元的合同 这一合同除了包括两台 J79G1-17的改装之外 还授权以色列在国内生产J79发动机 以色列国产的J79版本 为J79IAI J1E 带有无烟燃烧室 相关的附件 齿轮箱做了位置改动 可在高马赫数下达到102%的转速 从而在短时间内获得最大推力 同时为了安装J79 机体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修改 如机身前部下表面加宽并改平 垂尾根部增加了冷却金气口 机身上则开了4个小金气口 为家里燃烧室提供冷却空气 起落架 座舱也重新进行了设计和加固 并加装机内油箱 以及外挂点携带副油箱 这款新飞机于1975年4月公开 并定名为U10C1 在武器方面 为增强携弹能力 U10C1采用了NAPG-CH MND-NAP和复合挂架等技术 是U10能够挂载多达19颗炸弹 总载弹量超过4吨 但实际上在携带两个腋下浮游箱时 挂弹一般不超过7颗 携带一个机翼浮游箱时 挂弹不超过6颗 而且机翼最外侧的两个挂点 一般是固定地挂载红外格斗导弹 如最开始是AM-9香味蛇 1978年之后是拉斐尔公司的怪蛇3 勇士战机走上战场 是在1976年之后 任务从对黎巴嫩的空中巡逻起步 逐渐扩展到后来的对地攻击任务 1977年11月9日 他首次轰炸了位于黎巴嫩的 八截组织目标 并且勇士会根据所执行的任务 进行灵活的武器配置 如在执行解击任务时 勇士通常会携带两枚谢弗力导弹 两个500升浮游箱 执行空战巡逻任务时 则会携带三个1300升浮游箱 两枚谢弗力导弹 最后的对地攻击任务 是两个1300升浮游箱 7颗227公斤炸弹 以及两个固定的谢弗力导弹 值得注意的是 此时的勇士只能使用非精确制导炸弹 主要以通用炸弹 急速炸弹和火箭弹为主 到了后期 勇士C7新增加了两个挂点 一般用来挂载自主激光制导炸弹 使勇士具备精确轰炸能力 这部分内容稍后会在C7行讲到 勇士战机虽然顺利完成研制并服役 但因缺乏基础设施和备件供应 导致其无法迅速进入状态 更何况1975年那会儿 以色列空军的目光 被卖到公司的F-15英所吸引 因此从服役之初 以色列军方就知道 勇士最终只能成为 居于二线的多用途战机 成为不了顶尖的空战平台 考虑到勇士 好歹也是以色列的首款国产化战机 在F-15没准确消息前 怎么着也得发展发展 于是就有了后续的压抑型C2 后座型TC2 侦察型RC2 以及改进型C7 勇士C1因机动性 操纵性 受机体重量增加 和机体中心 潜移影响 使其像一块会飞的砖头 饱受诟病 针对勇士C1的弱点 AI公司不断对其航电设备 武器选择 挂载能力进行改进 以更好的适应 对地攻击要求 战机这种机密武器 潜移发动全身 这些改进影响了 战机的空中表现和操纵性 后来经过反复研究和试飞后 AI公司认为 当务之急是对 优势的气动外形进行改进 而不是提高发动机的推力 于是就在机身前部 进气口下方 加装了固定式的压抑 并新增了机头小边条 和机翼前缘锯齿 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 节省了研发时间 如压抑的添加 使战机的气动中心前移 提高了机动性 飞行员拨动操纵杆 能够迅速得到飞机的响应 而且压抑还能产生涡流 有助于改善气流 从而增加升力并降低阻力 提升了飞机攻角的 最大限制范围 而机头小边条 和机翼前缘锯齿 一个可以改善气流状况 一个可减小易载荷 来增强压抑诱发的渦轮效应 但最重要的是 这些气动外形的改进 是直接通过增加翼面积 提高了战机的操纵性能 尤其是战机的低速性 据称 额外增加的85公斤重量 使改进后的诱施 的时速可降低至100节 同时极大改善了起飞性能 起飞距离有了明显的缩短 此外 由于与压抑连接部分 机身强度的增加 C2相比C1 新增加了两个外挂点 使整机的外挂点达到9个 即溢下4个 机辅中线1个 机身两侧前后共4个 1977年 又是C2 绰号海盗 开始交付以色列空军 第一战斗机中队 成为首支海盗中队 值得注意的是 以色列空军 并没有对当时以服役的 诱施C1进行大改 仅仅只是在基比 进气道等位置 安装了小边条 因为他们认为 C1机体的强度 不足以安装压抑 但类似压抑的小边条 虽然不会产生生力 但同样也能诱发涡流 能起到与C2一样的效果 而这批稍加改进的诱施 被称为诱施围栏 最后 其中部分被租借给美国海军 充当F-21A 夹响敌脚链机使用 1978年 驻于以西安基地的 埃亚拉守卫者中队 开始换装U10CR 加上其他如大黄蜂 粉碎鹦鹉等中队 到1984年 以色列空军 总共拥有了6支U10中队 在此换装的过程中 U10也是以色列空军 在中东名声大噪 创下了辉煌的战绩 1970年代 后半期的中东地区 和如今一样热闹 在黎巴嫩 以色列空军 参与了多场空战 和对地攻击行动 其中 1979年6月27日这天 以色列侦察机的 例行侦察行为 引发了一场 与叙利亚战机的 大规模空战 当天 叙利亚直接出动了 八架米格-21 而以色列方面 则命令两个护航编队 进行拦截 以色列空军的侦察任务 一般会有两个 四级编队进行护航 前面是F-15编队 其后跟着 幼尸和F-15混合编队 作为后援 当时 以色列第一个 护航编队抵达后 F-15发射响尾蛇导弹 直接击落一架米格-21 之后 第二护航编队赶到战区 幼尸加入战斗 其中三号机 先后两次 纠缠两架米格-21 让F-15用空空导弹 和机枪扫落 幼尸四号机 则比较幸运 亲自动手 发射怪射三导弹 击落了米格-21 叙利亚飞行员 弹射逃离 之后 机动不移的 幼尸四号机 再次瞄准 其他米格-21战机 发射了第二枚导弹 可惜 这次火控系统 未能锁定目标 幼尸四号机 由此获得了幼尸 在以色列空军中 唯一一个空战胜利记录 到了1982年6月9日 贝卡古地一役中 幼尸再次与F-15 F-16 组成了攻击编队 其携带 CBO-58 急速炸弹等武器 摧毁了大量 序列亚的 防空导弹系统 从未创下了 矿骨硕金的 82比0的战机 至于双座和侦察诱诗 其变化倒是不大 前者是为诱诗 换装训练准备的 其特点是具有 机长且下垂的机笔 两侧还有细长的边条 后者是为取代 侦察型幻象三 准备的 为了方便节约时间 AI公司 直接在双座诱诗的 基础上进行了研制 与侦察型幻象三相比 侦察诱诗 没有加强照相设施 而是对航电设备 进行了大幅提升 其加装的 惯性导航系统 极大改善了幻象 依赖罗盘 地图和目视观察的 坏毛病 同时 模块式机笔 也是其可根据任务需求 搭载各种侦察设备 如用于拍摄 低空全景的摩西尔相机 用于全景适应的管子 蔡司 RMKA 308T 48英寸高解像度 远程斜周照相机 前逊等 最后的U10C7 也是该系列 最后一种单座型号 也是最后一种改进型号 其于1983年研制 生产时均用C2进行改装 因此发动机 团设座椅等选择上 并没有变化 但对航电系统 进行了升级 如航电系统的核心部件 已由埃尔比特公司的 WDNS14157投放和导航系统 升级至WDNS391 据悉 该系统包括 埃尔比特公司的 任务计算机 子公司的平式显示器 AI公司的TAMM分布的 中央空气数据计算机 和惯性测量单元 以及埃尔塔公司的 ELM2001B测距雷达 使用式C7 具有优异的地面 杂波过滤功能 此外 座舱也经过重新布局 以适应手不离杆操纵系统 新增空中加油功能 最大起飞重量 增加了1540公斤 航程增大 至于武器 没啥太大变化 两门30毫米得发击炮 每门备弹140发 安装在紧气口下方 总外挂重量可达6085公斤 9个外挂点 5个在机身下 中线挂点 外挂能力达到1000公斤 两一下各两个 内侧挂点可挂1000公斤 外侧150公斤 外挂武器种类也很多 有谢弗里 怪蛇3 AM-9响尾蛇 近距空空导弹 有LUZ-1和AGM-65小牛空地导弹 有AGM-45百蛇鸟和AGM-78标准反辐射导弹 有新增的普路极光制导炸弹 GBO-15炸弹 以及从113到1361公斤不等的 多种普通炸弹和减速炸弹 紫母弹 凝固气油弹 70毫米火箭发射器等等 均可挂载 根据AI公司的数据 1975年到1986年间 UZ所有型号总共制造212架 年均大约20架 为以色列今后的军事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UZ虽老 但通过以色列技术升级 它依旧还活跃在多个国家上空 而以色列由于有美国的帮助 逐渐缓装了美系装备 其UZ战机也于1996年退役 再加上1987年8月30日 以色列官方决定终止时项目 直接断了以色列自行研制战机的道路 可以说UZ是以色列国产战机的起点 亦是其终点 好了 关于这款以色列混血儿 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您的准确 哦 モディ